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 万言 故事开始 小美是名单亲妈妈 前两年因为她的一时疏忽 导致六岁的小女儿掉下楼去世了 自此之后 小美就一蹶不振 走不出丧女之痛 这天是她女儿小花的生日 小美精神恍惚的来到一处偏近的马路 慢慢的躺下 决定自杀来解脱 可眼看车到了跟前 小美又后悔了 赶紧就爬了起来 司机看她的状态迷离 立马停车询问 开倒了一番后 小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决定搭这个司机的车回去 随后在路上两人闲聊着 这时广播里突然播放了一条通缉令 小美是越听越吓人 因为里面描述的这个骗态杀人狂 越看越像这个司机 没等小美反应过来 这个司机就露出了真宁的面孔 接着画面一转 小美陷入了昏迷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看样子像是个通风管道 身上也被换上了一套紧身衣 手腕上还带着一个计时器 小美使劲地回想 是不是那个司机把自己关在了这里 她拼命地叫喊 但却没有人应答 就在小美绝望的时候 身后的墙壁突然开了一个小门 露出了一条管道 镜头似乎有光 小美心想那边是不是出口 也先不管其他爬过去再说 结果小美刚进去 身后的入口就被自动关上了 很显然这里有人为控制 小美想要将门踹开 但却无济于事 同时那个计时器开始倒计时 小美也不知道时间到了后会发生什么 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 没办法 她只能顺着管道往前爬 眼看就要接近光亮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铁门 将出口给挡死 小美不得已 只好顺着管道进入了其他岔口 又爬了很久 她进入了一个闪烁着彩灯的地方 小美以为这里比刚才好 谁知地面开始升高 眼看就要把她给夹死 好在她动作迅速 爬进了下一节管道 这时她看到前方似乎有人影 赶紧呼救 可对方并没有回应 爬过去一看 居然是具腐烂了很久的尸体 看来前面已经有人因为走不出这里 被活活的困死 小美推开尸体继续爬行 这时计时器上的时间所剩无几 小美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时间只剩一分钟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铁栅栏 紧接着管道的两边 冒出了很多的火焰喷射器 眼看着温度越来越高 再不躲开就要被活活的烧死 这时小美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凹槽 她赶紧躲了进去 随后倒计时归零 接着火焰喷射而出 小美侥幸逃过了一劫 这时小美也大致的琢磨出了这个游戏的玩法 这里就像一个大型的迷宫 设置着一些夺命的关卡 就算你待着不动 计时器的时间一到 管道里就会喷火 你也不能一直躲在避难的凹槽里 因为不一会儿 这里就会恢复原样 把人给推出来 所以小美也只好继续爬行 接下来的这一段管道变得特别的窄 让人喘不过气来 慢慢的四周变得潮湿 然后进入了一片积水 倒计时的时间也不多了 她深吸一口气潜入了水中 很快游到了出口 起身一看 这里还是管道 接着大量的积水涌来 还冲过来一具尸体 小美拼命的爬到了安全地带 几乎是泪到虚脱 这时前方的管道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小美鼓足了精神 再次爬了过去 中间还遇到了强酸池 不小心被烧伤了膝盖 她强忍着剧痛 好不容易才接近了那个人 中间却又遇到了铁栅栏 听声音男人很虚弱 应该也被困了很久了 就在他们要继续交流信息时 倒计时又开始了 救命的凹槽随后出现 但这次却出现在她和那个男人之间 很显然游戏方想让他们自相残杀 来不及多想 小美赶紧爬了过去 而那个男人也赶到了这里 小美定睛一看 这不就是那个司机吗 难道不是他管的自己 小美拼命一脚 将司机踹出了凹槽 司机被救命槽的铁门割到了胳膊 最后被大火活活的烧死 大火烧完后 救命槽出现了一个探头 接着里面出现了一个骷髅 骷髅头伸出机关 接着她又伸出了一个插头 插进了小美的体内 小美顿时恢复了记忆 原来当时她和那个变态司机扭打在一起 小美被捅了几刀 车辆失去了控制 发生了车祸 昏迷之前 小美看到天上出现一道白光 接着白光将两人吸到了这里 咦这么神奇的吗 小美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这时的她想的是怎么想办法逃出去 她拿起司机的断手 取下她的计时器 发现手腕上有个指示 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小美再次从救命槽里出来 躲过了风扇 身后又出现了一个丧尸 好不容易在一个岔路口甩掉了 小美又进入了另一个环境 在这里她听到了死去女儿的声音 小美顺着声音来到了一个大型的影音室 四处真实地展示着她这些年的生活 最后一幕定格在了女儿死去的那一幕 小美再次情绪崩溃 这时丧尸也悄悄地摸了上来 小美只好继续逃命 这时一片铁丝网拦住了她 眼看又到了喷火的时候 小美来不及多想 忍着疼痛穿过了铁丝网 眼看就要到出口了 这时倒计时结束了 火再次喷涌而出 正当小美闭上眼睛 接受命运之时 小美身下的地板突然裂开 再睁开眼睛 小美又回到了起点 小美也是绝望了 自己早忘了刚才的路 这和被烧死有什么区别 她喊出了机械骷髅 让杀了自己 骷髅正要动手 小美忽然看到了自己手腕上的纹身 似乎在指示什么 小美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是逃生出去的线索 游戏方给了通关的秘籍就在这里 她赶忙喊停了机械骷髅 然后根据指示重新出发 这次要顺利很多 她利用强酸池烧断了手环 获得了提示 按照提示进入了一个 好像内脏一样的地方 四周都是触手 就像胎儿 又像外星人 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这关 丧尸又追了过来 小美利用计谋 踢碎了丧尸的脑袋 逃过了一劫 最后一关 小美竟然遇到了自己的女儿 可小美明白 这是游戏方给出的幻象 忍痛与女儿的幻影告别后 小美一路找到了出口 结果机关落下 压住了她的一只脚 小美狠下心来 扯断了半个脚掌 爬到了出口 谁知这只是一个屏幕 小美哭笑不得 她喊着我做到了 这时管道的顶部突然打开 又出现了那道白光 接着小美被吸了上去 等到再次醒来 她出现在了一个腹部的旁边 身上的伤口完全愈合 死期的女儿 也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小美疑惑地问女儿 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 小花儿告诉妈妈 你的身体已经死了很多次 但现在你安全了 小美问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小花儿说活着 然后母女俩微笑着 看向了远方 故事到此结束 关于本篇 网上有各种解读 不过涛哥觉得 一个豆瓣用户说的 还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网名叫痛苦的网友说 这部影片就是在讲 无聊又无良的外星人 在地球抓信用尔 玩户型紧凑版的 异次元杀阵 估计外星星球在实时转播 外星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 乐呵呵地欣赏着 快乐向前冲的节目 规则上倒霉袋就地火化 变成追魂NPC 胜利者送去外星人 提供的世外桃源 人间天堂 但这地方看着了无人烟 说不定女主参演的下期节目 就是一心荒野求生 整体剧情大概如此 那里电影想表达的 是放下过往自我和解 自己即是地狱 踪手才能上天堂 那盒较为一般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